一群土匪刚准备打劫 就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破了他 眼看对方的枪法如此之精准 怕死的土匪只能不断求容 可下一秒 接连三枪再次精准击落帽子 土匪们这下彻底放了身 于是便投也不回地撤离现场 只留下小宋一人在原地发呆 连续几发子弹均打在地上 并没有直接取小宋的性命 而这也让小宋彻底崩溃 就在小宋不知所措之时 只见不远处一人骑着马 手里还举着把三八大概 等走近才发现是神枪手填大 而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揭穿三地的阴谋 临走之前 大林还不忘让小宋告诉三里 怕那辆吉普车被自己征用 原来就在刚刚 大林为了追上二地的物资队伍 于是便只能开上三林的吉普车 可就在路过一处鬼子哨下时 大林却准备驾车应酬 而鬼子也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 大林虽然没有被子弹击中 但车子却不小心撞在了树干上 可就在鬼子集体上前检查时 却发现车内早已空无意 只有副驾上冒烟的炸弹包 鬼子被炸得尸骨无存 而田大林则骑着战马离开现场 随后就凭借精准的枪法 下跑图粉 与此同时 物资队伍眼看就要来到埋伏点 三林立马提醒二哥要注意安全 二林并没有继续搭话 因为他早就看穿了三林的心思 没一会的时间 埋伏在周围的八路军战士 就把队伍团团团包围了起来 三林健壮转身就想跑 但却被二林一把拽了回来 看着三林一脸疑惑的表情 二林便把情况说了出来 三林听闻只能傻笑附和 随后 众人就被战士带回了根据地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三林 则被单独关在了小单间 当他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时 于是便想贿赂勒勘押的战士 只见他从门缝中塞出几张钞票 让战士帮忙行动方便 可三林不知道的是 外面的战士正是他二哥 二林见三弟如此的不思悔开 于是便决定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三林被踹得连退好几 可当看清楚来人是二哥时 他立马又嬉皮笑脸附和起来 表示二哥这身八路军的衣服 可比日料店的鬼子服好看多了 那能往一块比吗 那叫鬼子服 这什么衣服啊 看看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而三林在夸赞的同时 还不忘让二哥给自己开个后面 毕竟大家也是兄弟一场 可二林却表示没有这个汉奸地理 并且根据组织的规定要进行枪比 你别别别别二哥 你敢抱我呀 别说了 你死定了 三林听闻瞬间慌了神 表示货物已经送到了根据给 再怎么说也罪不至死 行行行行 不帮你了 我哪儿还是政策呢 叫宽大悲怀 随后 二林店开始劝说起三林 让他加入八路军队伍一起打鬼子 可三林却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战场上的子弹不长眼睛 万一哪天全部英勇牺牲 家里的老母亲就没人养老送终了 二林听闻也觉得是这个道理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回去交差 为了让三林不引起高木的怀疑 二林决定配合八路军战士演绎出席